歡迎回到遊戲情報科,我是希治閣 《 人中之龍 8 》今個星期就引起了很多不同的爭議 其中最大的爭議應該就是要買豪華版才有二周目的遊戲 再加上最近有這麼多遊戲的時候 到底《 人中之龍 8 》是否一部你值得入手的遊戲呢? 不如今個星期又和你看看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網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個星期三日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界發覺發生新聞 而星期六就會和你看看星期的遊戲界資訊和消息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訂閱和加入會員 好,立即開始今集的遊戲情報4 或者在正式介紹這遊戲之前 我先講講我的寫稿時間 這遊戲是1月26日出的 我現在寫稿時間是1月27日凌晨5時22分 老實講我是沒有遇過要現在才寫稿 到底是甚麼原因令到我現在才動筆 就在這條片中,慢慢我再跟大家講講 《 人中之龍 》是一部怎樣的遊戲相信大家都知道 對於背景方面我們今次不詳細介紹 其中人中之龍8大家會再留意他 不多不少都可能是因為他之前第七集的外傳 遊戲在第七集的時候變成了RPG作品 在外傳的時候再一次變回以前舊式的傳統動作遊戲玩法 如果你是老玩家大家對第八代其中一個期待 是希望他今次的遊戲會不會變回以往舊式作品 會不會再由同身一馬做主導 令遊戲再次變回以往舊系列的感覺 那不如我們單刀直入都無謂挫脫這麼久 如果你是尋求的是以前極過系列的爽快動作 藍之漢之間不用講那麼多話 幫完對方兩拳再講的遊戲故事 又或者可能是《 人中之龍 》那種心痛、胃痛感覺 我可以跟你講的就是今次遊戲作品就未必給到你了 在第七集轉了新玩法之後再加上製作團隊換人易碎 又或者開發團隊自己都知道 與其跟以往的風格 出來這遊戲都未必是一件好事 第七集某程度上給了個位大家慢慢容易接受這個過度的事實 今次遊戲來到第八集 整體戰鬥方面就可以說它是第七集的再進化版 如果你覺得第七集的戰鬥比較慢 特別就是變成RPG玩法之後 可能一些舊派系的玩家會覺得投入度有所改變 今次遊戲就加入了一些角色移動和情景實 令到戰鬥變化上相對地會爽一點 但這個爽一點只是對比起第七集 如果你是玩舊世代的戰鬥 或者期待是舊世代的戰鬥 你都要了解真是兩回事 又或者講白一點 其實去到第七代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全新的世代 無論是戰鬥、故事、人物方面都一步步接棒 今次遊戲故事在描述上就更加有這個感覺 以往人中之龍的故事又或者背景 多數都是發生在主角身上 又或者是他身邊的朋友 又或者是每集一兩個特別重要的角色 大家會看到他們的身世故事 但去到第八集的時候 其實你會見到製作團隊有個很大的野心 之前在製作團隊的訪問都提過 製作團隊希望大家可以當作日劇感受 當你玩樂的時候你就會更加明白製作人的意思 因為今次遊戲中,序市的節奏比以往都慢很多很多 過場的動畫又或者故事的份量方面 亦都有一個非常大幅度的提升 有時候可能每章的頭尾過場動畫 可以長達15至20分鐘 當然裡面穿插了很多我們叫做真CG 的動畫 遊戲角色的模特兒對話鏡頭 還有一些Steel Graphics 等等 但故事的表現和內容上 針對著有份出場的絕大部分角色 令到以往大家要玩支線才可以體會到的劇情 今次在主線故事中都可以有所體會 另外今次遊戲亦都加入了極多小遊戲 以往你可能都是打一下機、扔一下錶、唱一下K 但今次的遊戲你可以理解它將一系列不同的遊戲 強行地搏到春日一番的故事中 其中在一個你無法跳過的支線故事中 還將整個猛藍劍樹枝AKA春日心友會搏到遊戲中 突然間要你整地捉蟲去捉魚 令到整個遊戲的氣氛和畫風180度改變 其實我最初的時候只打算玩幾個小時 然後就寫試玩報告 但最後我一玩就玩了15個小時 然而就算我玩了15個小時都好 仍然有很多系統是剛剛解鎖 去到第六章的時候 我依然有很多教學元素的關卡要我體驗 遊戲內容的份量我可以說是多得誇張 不過玩完15個小時的感受我都要跟大家說一下 今次遊戲其實你明顯看到製作團隊在第七集推出後做了很多不同的反思 一方面要照顧一些新加入的惡好者 同一時間亦要照顧以往童生一馬的粉絲 今次遊戲內就將很多童生線的復筆收回 令到大家會覺得,對呀今次應該是最後了 始終童生在這個系列中做了十多年 就好像其他長篇IP那樣 都會去到樽頸難以吸收新玩家的局面 遊戲內剛才我們都有提過 整件事就像一套日劇一樣 在開頭一兩章的時候 開發團隊和編劇用了很多不默去交代春日一番的故事 人物定位等等 哪怕你沒玩過之前系列都好 都可以有一定的感受 當然如果你有玩過第七集和外傳的話 就會有更加深的體會 但最起碼不需要你由頭第一集開始 玩回那麼多部過往的作品 才可以入手今次的遊戲 遊戲過程中你會見到其實有非常多大家近年身邊出現的話題 例如是疫情、網路詐騙、網上批鬥等等元素 令到大家會覺得故事就發生在自己身邊 而不是教人中之龍系列那種傳說黑道的故事 這個位置我會覺得是一把雙面印 因為在於舊世代粉絲來說 這個已經不是大家熟悉的人中之龍 編劇用了一個相對生活向的方法 將春日一番描寫成為另一種人中之龍 玩家們會不會接受 這個就好看大家的意願 而這件事亦都在今次遊戲入面 我會覺得另一個會令到玩家分歧的地方 因為如果你在頭幾章 接受到春日一番是你的新主角 這樣他一種傻大哥的氣質 時時幫人家習慣 慢慢你就會體會到他的人格魅力 亦都可以在主線和相關任務入面有一種同步的體會 但是如果你抱著的是要陪著同生一馬走完人生最後一程路 春日一番只在一個超級大配角的角度去玩今次的遊戲 你會覺得整部遊戲節奏非常非常慢 而且他會不斷要求你去做一些完全不關事的支線任務 因為在於春日一番的故事線 他太熱心幫人 所以遊戲入面有很多系統都是強制要你玩 例如剛才講過的春日心友會 你更加要被人強行留在荒島上三天 如果你是抱著想成為傳奇黑道 去夏威夷冒險又或者打大佬的心態去玩 這遊戲真的會有令你想回憤的感覺 老實講我自己玩了十幾個小時 如果不是要寫稿又或者是抱著想玩人中之龍的心態去玩 我都會覺得春日一番的故事都蠻有趣的 作為一個黑道 他的故事他的冒險入面 除了民生和敵人之外 好像整體都跟黑道沒有太大關係 而且遊戲入面有著非常多不同的新系統 例如剛才提過的荒島求生、江湖寶貝 甚至是致敬Crazy Test 的Crazy Eat 等等 一系列擺明惡搞其他遊戲系統 在玩法上、在體驗上都有非常多不同的變化 而且遊戲亦不是走那種一氣可成要你瘋狂玩的感覺 反而就好像製作人那樣說 他好像一部日劇那樣 每一章都會有起乘轉合 每一個部分都要玩家慢慢去心神領迴 但這個位置亦會有些矛盾 因為以往大家喜歡人中之龍 正正就是喜歡他那種男子漢的爽快 直接 沒有太多的反轉 又或者就是最後一兩話才有類似的東西出現 但今次遊戲入面加插了很多不同的細目標 當你以為有進展的時候 去到章節尾的時候你又會發現 原來的目標一樣都還是那麼遠 這種不斷推後的感覺 如果你是期望玩了一種很爽快、很直接的作品 又或者直接說 如果你是期望玩到第七集外傳 又或者就是舊世代系列作品的感覺 我可以說他未必是你的選擇 又或者再Hurt 少少說 死心啦 你正在找的那隻人中之龍已經沒有了 而且最近有那麼多遊戲出的話 我會覺得你會有更多不同的遊戲選擇 但如果你是第七集的Fans 今次的作品有著非常多 針對著第七集系統的改造和改進 同一時間故事上亦有更多不同的對答 玩法上有著很多不同的強化和進步位置 地圖、遊戲的內容亦都比過往任何一部作品都要大 單單是一周目的內容和份量 我已經覺得絕對對得著428元有得 我相信如果你是因為春日一番而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第八集的遊戲你會非常非常喜歡 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裏了 唉,又不知為何做天光 今次一直以來支持每一位會員 因為有大家支持 我才有更多資源去發展一個節目 如果你都喜歡我的節目就記得加入會員 每個月都是$20元起 大家幫忙令節目可以有更加好的發揮 以及更加自由的講義空間 如果在網上見到甚麼有趣的新闻對付KM我 我是喜智哥 先睡吧 晚安 拜拜